自然大調音階 大家好 這堂課要講的是大調音階 有時候又稱為自然大調音階 自然大調音階 常常被當作學習其他音階的基準 在開始之前請把你的其他音調整 音準在今天這堂課會顯得非常重要 首先來說自然大調音階的構造 會有一個主音 加上主音一共有七個音 從主音開始往高音的方向算 第二個音會比主音高一個全音 第三個音會再高一個全音 第四個音會比第三個音高一個半音 第五個音會比第四個音高一個全音 第六個音會比第五個音高一個全音 第七個音會比第六個音高一個全音 再回到第八個音也就是第一個音 它會比第七個音高一個半音 所以會有一個口訣會念全全半全全全半 現在我要用C大調 也就是主音C這個音 來為各位示範整個音階 現在我要用第五弦的第三格這個音C作為主音 有的時候我也會說主音是第一個音 第二個音比主音高一個全音 比C這個音高一個全音的音會在這個位置 會在第五格 第三個音會再高一個全音 所以會在第七格 接下來高一個半音 再高一個全音 再來第六個音 第七個音 第七個音高一個全音 第七個音高一個全音 接下來再高一個半音 就回來主音了 整個連起來聽聽看 會是這樣 剛剛是單弦的推算 是設定主音C這個音在第五弦 現在來試試看 如果主音C這個音在第六弦上面 這個音階是什麼樣子 現在另外一個練習是 我要以第六弦的第八格這個音 一樣是C 這次以這個位置的C作為主音 就是現在畫面中 我用中指按的這個位置 C聽聽看 所以第二個音高一個全音 會在第十格 再高一個全音 回到第十二格 再來是第四個音 比第三個音高半音 再來第十三格 再上去 再來 第六個音 這時候各位應該會注意到 我已經彈得很 彈得滿勉強的了 再來 再來 回來 高一個循環的主音 剛好把吉他最高音的這一格用到了 但是這樣彈你會發現實際上演奏的時候滿不方便的 很不方便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 找到其他的位置 這個音是主音 所以你也可以想像一下 主音倒退回去一個半音 就是第七個音了 所以第七個音 會比我現在按的這個位置 在第一個半音 第六個音 比第七個音 第一個全音 在吉他的第五個音 再來C大調的第五個音 比第六個音在第一個全音 第四個音 在第一格 第三個音就是開放弦了 講到這裡會有一個概念 就是 從主音開始算起 第二集第三集第四集 除了往高音方向去推算 你也可以往低音的方向去推出來 你也可以往低音的方向去推出來 只往高音的方向算的話 你會發現從主音開始是 1234567 那從低音的方向算過去的話 會是1765432這樣子的方向 如果在同一根弦上面 把整個音間 把整個音間 直接彈完 會顯得非常不方便 因為你的手必須要移動比較遠的距離 如果你需要移動比較遠來彈你目標中的音的時候 試試看用其他弦來達到同樣的音高 接下來試試看 換不同的弦來演奏完同一個音階 所以以這個音 C為例 第一個音 第二個音 第五個 第三個音 這時候你會發現 如果你把手指放在整個 紙板上 1 2 3 手指已經有一點撐了 所以你可以選擇這樣很撐的把它彈完 或者是你可以把第三個音已經移動到 隔壁弦 也就是第四弦的第二格 這個音 它的音高跟 同一根弦的這個 第五弦上面的第三個音 音高是一樣的 你有兩個選擇 是這樣 E 或者是 移動到隔壁弦 當你移動到第四弦的第二格的時候 你要記得這個是第三個音 所以第四個音 就比這個位置再高一個半音就可以了 第五個音 第五個音 再高一個全音 第六個音 再高一個全音 當然你也可以用 第三弦的第二格 來代替這個 這個第六個音 如果第三弦的第二格 用這個音來彈 下一個音是第七個音 在第三弦的第四格 高一個循環的主音 在第三弦的第五格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方式來彈音階的話 你的手指 不太需要做太遠距離的移動 看起來會是這樣子 這是一組相對的位置 請把它記下來 我現在要用這一組相對的位置來彈 低大調音階 像剛剛主音在C 所以C大調音階 以C為主音的模式 把它移到第五弦的第五格 D這個音為主音 所以一樣的模式會變成這樣 聽起來是 第一個音 第二 第三 四 這就變成D大調音階 如果你要彈的是E大調音階 也是用一樣的相對位置 但是把主音 改為E ABCDE的E 也就是第五弦的第七格這個音開始算 所以整個音階的行 其實是沒有變的 但是開始的起點 改在這個位置 聽起來是E大調音階 所以你也可以彈一些有升降記號的 像是降低大調 你先找到D這個音 在第五弦的第五格 那降低就會在第五弦的第四格 所以如果你要彈一個降低大調的音階 聽起來會是這樣 每個主音到高一個循環的主音之間 每個主音到高一個循環的主音之間 這七個音的間隔都是全全半全全全半 所以你會發現這些大調音階 雖然起音 主音的音高是不一樣的 但是他們的模式都相同 現在我要來試試看 如果把主音放在第六弦來推算看看 我用C大調的話 第六弦的第八格這個音是C 第二個音 第二個音 就在第十格 第三個音 會變成在第五弦的第七格 注意看這個一二三的相對位置 主音 換個角度 這是第八格 主音 第二個音 注意看喔 第三個音跟主音的相對位置 在這邊 所以主音是現在我用中止按的這個位置 這是主音 這個是第三個音 一 二 三 然後再高半音就是第四個音 第五個音 點起來 為了讓大家看得比較方便 所以我只用一隻手指頭來彈 但實際上你在彈的時候 你可以讓手指頭分工來彈這些音 移動的距離會更短 第六個音 第七 彈到目前為止 我們至少已經彈了兩個音階的型 第一個是主音在第六弦開始 另外一個是主音在第五弦開始 我再複習一次 當主音在第五弦開始的C大調音階 聽起來是這樣 就是這樣 主音在第六弦的話 C大調音階是這樣 請把這些音跟音之間的相對位置記起來 因為你只需要移動這些型 當主音對到不同的音 它就代表不同的大調 現在來講最重要的部分 以C大調音階為例 當你彈到第一個音C 在彈第二個音之前 我希望你先猜第二個音的音高是什麼 你可以在心裡面唱唱看 有的時候你毫無頭緒你可以亂猜一通 然後在實際上去彈第二個音 加深你對第二個音的印象 我從主音再來一次 第二個音 我猜測是 猜對了 第三個音 猜對了 廢話 第四個音 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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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唱不上去 你也可以第一個循環 例如說第六個音 本來我唱的是 棒 棒 我也可以唱成 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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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個音 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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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练习非常的重要 你对于整个音阶的音高要有一个起码的概念 不然你只是背这个音阶的行 那在玩音乐的并不是你的大脑 只是你的手指在操控这个乐器而已